好 直播持續來關心強台凱米的最新動態 現在記者所在的位置就是新北市 知名的觀光景點 也就是龍洞 那現在看到現場已經出現了一些風浪 以及間接性的雨勢 大家現在的浪花也是一陣一陣的 不斷的在拍打上來 那現在龍洞這邊也下起了雨 根據氣象署的預估 因為其實東北角這邊受到颱風的影響 所以在龍洞這邊的浪 可能會達到10米高 但如果遇到爆炒的話 可能又會再增加1米 也因此凱米的威力是不容少去 因為它的結構也是相當的扎實 它的破壞力也是很強的 那其實剛剛稍早我們在這邊的時候 也有觀察到 其實有海巡人員 其實就沿著龍洞的岸邊 不斷的在巡視 因為就是有民眾來觀浪 剛剛還有一位民眾 是開著租賓車來到龍洞這邊觀浪 也被海巡署來驅離 那他們手上其實也都會拿著一個大仙弓 如果有看到民眾的話 就趕緊請他們快點回家 因為颱風這威力是相當大 而根據新北市的統計 目前海巡這邊也已經驅離了400多位民眾 不過最後還是要提醒觀眾朋友 因為其實根據氣象署的預估 龍洞越晚風勢雨勢都會增強 浪花也可能會到10米高 而且它的風速是高達13級的強震風 好雨的部分也可能會達700毫米 因此颱風的威力是有逐漸增大的情形 提醒觀眾朋友們一定要做好防臺準備 以上是現場隆動的最新狀況 好 好